以色列對哥蘭高地的敘利亞軍事陣地發動空襲 造成一名軍人死亡7人受傷 這是敘利亞內戰3年前爆發以來 兩國等將關係最為嚴重的一次升級 敘利亞軍方確認傷亡人數 這次空襲是回應敘利亞星期二向哥蘭高地 聚以停火線以色列一方發動的襲擊 雙方軍在事件發生後發出嚴重警告 以色列軍方官員在星期三表示 至空襲目標包括一處陸軍訓練設施 軍事總部以及炮兵陣地 較早前針對以色列巡邏部隊的襲擊 曾經從這處地點受到幫助和教唆 敘利亞對以色列的炸彈襲擊 是以色列北部邊境兩個星期以來 第三次類似的事件 是第一次造成以色列方面的傷亡 四名軍人受傷其中一個人傷勢嚴重 以色列軍方發言說 升旗的襲擊是來自盛利亞的不可接受暴力升級 並誓言以色列不會容忍對其軍隊和人民的威脅 感想要以色列軍方向會出不斷 搭載軍方向會影響 眾所在洗衣製 過去這些狀況 是長相對於工之間 並超過於工夫的無法 以色列軍方向會出不愧 所以這麼多的路